乃投了理论的前提 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 是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一概念来自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不热金斯基 不热金斯基 美国就金山曾于1995年 举行过一个集合全球500名经济界 政治界精英的会议 与会者包括撒切尔、老布什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、CNN、惠普、CNV系统的老板等等 该会议的主旨在于为全球化的世界进行分析与规划 会议上 与会者一致认为 全球化的高度、快速、激烈的竞争 将使全球80%人口边缘化 而这80%边缘化人口 与20%搭上全球化快车的人口之间的冲突 将成为今后的主要问题 在此基础上 CNNV系统的老板格基表示 届时将是一个要么吃人 要么被吃的世界 不热金斯基也及时献计献策 创造了一个新词汇 Petitainment奶头乐 英文Petit奶头与Entertainment娱乐的组合 一直要使比80%的人安分守己 此20%的人高枕无忧 就得采取温情、麻醉、低成本、带满足的办法 卸除边缘化人口的不满 奶头乐理论的描述 由于生产力的不断上升 世界上的一大部分人口 将不必也无法积极参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 为了安慰这些被遗弃的人 避免阶级冲突 方法之一就是制造奶头 为之以奶头使令人陶醉的消遗娱乐 和充满感官刺激的产品 比如网络、电视和游戏 填满人们的生活 转移其注意力和不满情绪 令其沉浸在快乐中不知不觉丧失思考能力 无心挑战现有的统治阶级 奶头的形式有两种 一种是发泄性娱乐 比如开放色情行业 鼓励暴力网络游戏 鼓动口水战 一种是满足性游戏 比如拍摄大量的肥皂剧和偶像剧 大量报道明星丑闻 播放真人秀等大众娱乐节目 娱乐节目 你愿意成为那80%吗 亦或努力成为少数的20% 砥砺前行